高兽兴挺高兴 把屋里的客人全请出来了 走吧 咱们开开心吧 又回到军部 酒宴撤下去 把公安桌准备好了 带石有三 把石有三给提上来 石有三的脸都热热了 高兽兴点点头 石有三啊 你是不是认为我不敢 你认为结个胆子 我也不敢收拾你 你想错了 我高兽兴跟一般人不一样 我敢做敢为 我把你收拾了 我上蒋主席那请罪去 我也得把你给干掉啊 我宁愿我这个军长不干了 你不是个人呢你 大家杀了杀了怎么办吧 他说那你说怎么办 高兽兴说怎么办吧 他竟活埋人了 我听说了 他善于活埋人 得着谁他埋谁 其实我也叫他尝尝这姿勺 在院里玩了 本来 到了现在 石有三呢 就喊破了嗓子 没人累他 就这样 把坑拔好了 把他塞里的下 活埋石有三 这事发生在1940年12月1号 日子还有呢 就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当然高树勋 有高树勋的想法 要扩充人马 把他给收拾了 石有三 首先那家底 自然是高树勋的了 他也是有目的的 另外 他的确也恨这石有三 同时呢 还发生一件事 就石有三 被活埋的时候啊 他兄弟石有心 领着人来救他哥来了 结果高树勋 事先早都安排好了 让石有心钻到口子里 一举全歼 把石有心也逮着 脑子上给打俩眼了 这哥俩就这么说的 所以石有三 石有心 这篇历史就这样接过去 他就得了这么下场 关于高树勋 日后怎么向南京政府交代 怎么地 那咱就不必须说了 石有三 胜的那家 等归谁 咱也不必须讲了 说到这 咱再翻回头来 还说1931年的事 要说怎么倒着说 不是倒着说 就为的是让您听得明白 把石有三的始末经过 做个完整的交代 翻回头 再说张学良 那么咱说了 张学良访问南京之后 回来 得了重伤 寒一病不起 住进北京协和医院 在重病的时候 发生石有三叛变的事 都是余学中余军长 一例主持 打败了石有三 那么就在1931年的九月 刚进九月 张学良这个病啊 下好了 可以进食了 也可以下地溜达溜达了 但是呢 怕得复发 另外呢 对治疗有好处 还没离开协和医院 就在这办公 在这修养 有什么事呢 大夫来得及时啊 用药也及时 这一天呢 赵四小姐 从顺城王府 来医院看张学良 一瞅张学良 正在地下渡渡 赵四小姐 非常高兴 汉青啊 今天你可大好了 看你的气色 也有点红润了 是吗 张学良高兴地照着镜子 啊 是 哎呦 受坏了 好像没死了 外边情况怎么样 都挺好的 汉青啊 到了九月了 你最喜欢荷花 我陪着你到外的散散步 张学良一瓶也好 多数日子没出门了 换上一身便装 跟赵四小姐 两个人就溜达出来了 连一个撇身保镖也没带 上哪儿去呢 上石沙海 石沙海的荷花是有名的 哎呦 昨天晚上下过一场雨 这城市就像叫雨水洗过来一样 空气也显得非常清新 张学良从来没感觉他这么舒服 两人跨着胳膊 到了石沙海 一瞅全是荷花 这好看 张学良一边散着步 一边呼吸空气 脚着心里的十分舒畅 就尽管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赵四都没跟他说 怕给他增加负担 张留的这么个时间 副官潭海 一路风一样 灾后都到了 还不敢高声吵吵 压低声音 死死了 有急事 张学良心就一翻个耳朵 一看他还满头大汗的 发生什么事 江委员 江委员长到了石杰庄了 发了便报 有急事 叫你马上起身到石杰庄 跟他会面 张学良一平 江委员长怎么到了石杰庄了 有急事找我什么事 这心就跳成一个了 也不看 何花了 跟赵四小姐返回协和医院 马上换好了军装 谈还给准备专列 张学良起身 去会晤 蒋介石 他走了 赵四小姐心里也纳闷 不知道什么事 江委员长要见汉清 那肯定是大事 这心里他也不落庭 见着于凤志 于夫人 烙火咸嗑 又回到协和医院 因为现在张学良在两处办公 两套班子 顺城王府 官邸 也有一套班子 医院也有 为的是工作起来方便 赵四心里头 这正翻腾这个时候 秘书长从外边进来 秘书长姓吴 叫吴家相 就是海陆空副总司令 张学良手下的秘书长 此人四十岁挂灵 戴着近视眼睛 一向沉稳老练 张学良最信任他不过 关于文旨的事情 全交给秘书长负责 就现在秘书长 今儿个也不沉稳了 进来之后找张学良 朝思一看 秘书长 汉清有急事上十岁庄 去看望江卫元长 这怎么办 有事跟我说什么事 你看个电报 少老四拿个电报 你看加急的电报 是沈阳打来的 是张学良手下参谋长容真 从沈阳发来的急电 赵四一看这电文 手都凉了 大致的意思是说 日本关东军 提出中村大卫的事情 要求二十四小时之内 予以答复 如果过了这个时间 日本军方将要采取军事行动 后果由张学良自负 龙真派来的十万火急 赵四把这电报放下了 问秘书长 中村事件 过去好几个月了 怎么日本人又提出这事 是啊 看来日本人许易 没差找差事 没事找事是制造借口啊 这个中村大卫的事件 是极其没理的事情 今天他们倒打一耙 真是其有此理 怎么答复日本人吧 要不说 摁倒葫芦瓢就起 您就看一般历史的 也知道这段往事 中村事件 这就日本人 开始侵略我国东北的借口 什么叫中村事件呢 尽管你有些同事知道 还有很多很多人不知道 咱们得详细介绍介绍 这个中村呢 是个日本人 是关东军的一个大卫 他的全名 叫中村镇泰拉 简称叫中村 那么这个事怎么发生的 1931年的五月 就是张学良到了北平之后 这边的五月 东北兴安吞恳区 就是兴安岭啊 东北兴安有个吞恳区 咱没说吗 张学良精兵检政 让很多军队啊 到黑龙江那边去 成立这个同肯区 一手拿枪 一手拿锄 既保卫了地方和边疆 又解决了金钱的问题 所以会儿铸杂着大批的军队 这个农肯区 自从长期之后呢 张学良 命令长官公署 知会各国有人 驻沈阳的各国领事馆 外交官 外交使团 向他们发出通知 说我们这个地方 是个不毛之地 山高林密 野兽经常出没 而且大的邪火 所以各国有人 不准当地参观旅游 也不准以各种名义 做考察 否则出现后果 我们该不负责 东北长官公署早就发表 这通知起来 各国全都遵守 就在1931年5月份的时候 屯肯区的巡逻兵 突然在森林里的发现四个人 鬼鬼祟祟 是干嘛的 过来把他们包围了 也就是说把这四个人给逮住了 带到腾肯区办公室 一看他们都有背包 把背包卸下来 让他们站好了 一搜查这背包 手枪 步枪 望远镜 军用地图 测绘尺 什么都有 呀 你们是中国人 是外国人 一问才值得 四个日本人 这是个大事 那天值班的是官团长 值班 值班员这一报告 官团长知道 非同小可 亲自审问 问这四个日本人 你们是干什么的 有护照吗 谁让你们来的 哪个机关允许你 你们到这来的 他们拿不出来呀 一开始他不说中国话 他说日本话 后来把日本翻译找来 一问他们 为首的 正是这个中村镇太郎 官团长问他 你是干什么的 他说我是农艺师 专门研究农业的 那你们到这来干嘛 到这来考察 官团长马上 把文件拿出来 你看看 明文规避 不管哪个人 一律不发签证 不给护照 我们这个地方 谢绝参观 出现后我不负责任 你们真是胆大抱天啊 赶上这来背着 我们不知道 跑这考察 另外是考察吗 农艺师 怎么还有武器呢 中村说武器是 方范野兽的 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 啊行 武器跟着一旁边 我问 你们拿这 这些军用地图 这怎么回事 搜 后来在中村呢 身上搜出一张 秘密地图来 把它放大了 一看 这中村镇铁郎 这些天没闲的 就把东北兴安 屯肯去 那图整个都画下来 哪块有多少兵 哪块有多少营房 哪块有多少武器 哪块有多少门大炮 标得清清楚楚 这一看一目了然 特务 什么农艺师 胡鼠八老 官团啊 你就点急了 铁证如山 不容比赖 官团长就问他们 你们究竟怎么事 谁让你们来的 这中村还比赖呢 说那是我们原来就带来的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农艺师 这没错 不信你跟我们政府联系 后来把他那个护照证件拿出来 叫翻译一翻译 哎呦 这回真相大白了 他的身份 是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的情报员 这回还有什么说的 记录在案了 官团长叫他说实话 他就不说 你说这个中村横到什么程度 官团长正在审问的时候 这家蹦起来来抢他这些东西 官团长一拦他 他反手 咚就一拳 正打到官团长太阳穴上 把官团长整个打了个跟头 当时鼻子的血烫下来 中国官员能不能容忍 这都是当兵的 打不一看 这还了得了 这日本人也太野蛮了 你当敢打审问官 这还了得 一拥而杀 任何人 连拳在脚 一顿胖糟 再看这四个日本人 都给打死 包括这中村在内 要人命关天 官团长又傻眼了 这是怎么办 马上报告副司令 就把这事急地 报告张学良 张学良看了之后 不以为然 你自己找死 死死了吧 张学良批了八个字 妥善灭迹 不准生长 就这么大个字 就打死打死吧 把尸体埋了灯 这个事就保密 他就日本人知道 能怎么 他往我们这派特务 自己找死 理直气壮 可是日本呢 稍微咋唬了咋唬 说我们有几个人失踪了 在哪失踪了 在兴安岭 他们上那干嘛 就 日本有点舌头短 说不清 道不白 所以唬了半片 这个事 就过去了 1931年5月份的事 进入到8月份 日本人又提起这个事 中村事件 说我们四个日本人失踪了 肯定遭到毒手了 你们必须得调查清楚 你们东北地方当局 不调查清楚 日本政府绝不答应 为此 张学良派出一个工作队 张学良明知的是怎么 是敷衍堂塞 派个工作队调查 现在拖一拖这事 这事一直来混拉锯 最后不了了之 哪知道 1931年 进入到9月份了 日本又提出这个事 东北地方当局 距离力争 最后提了 是 有这么个事 中村死了 怎么死的 啪啪啪啪 这事都说了 另外中村是个什么人 你们看看 证据都在这 日本人不讲理 识口否认 说中国人给栽赃陷害 我们日本皇军 大卫死了 不能白死 限令你们 24小时之内 给你答复 如果不给满意的答复 我们将要采取军事行动 所以我们下期的 请不吝点赞 解订阅 词 解订阅 解订阅